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是 《民数记》第31章 佑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 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 摩西吩咐百姓说 要从你们中间架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 好在米甸人身上为佑华报仇 从以色列众支派中 每支派要打发一千人去打仗 于是 从以色列千万人中 每支派交出一千人 共一万二千人 带着兵器预备打仗 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 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同去 菲尼哈手里拿着圣索的器皿 和吹大声的号筒 他们就照佑华所吩咐摩西的 与米甸人打仗 杀了所有的男丁 在所杀的人中 杀了米甸的武王 这是一位 历经 苏尔 护尔 历巴 又用刀杀了 比尔的儿子 巴兰 以色列人 卤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 并将他们的牲畜 羊群 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 当作卤物 又用火焚砂他们所住的城邑 和所有的银宅 把一切所夺的 所卤的 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 将所卤的人 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 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银盘 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 并以色列的会众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 都出道迎外迎接他们 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 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 对他们说 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 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 叫以色列人在提尔的世上得罪 幼华 以致幼华的会众遭遇瘟疫 所以 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 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 但女孩子中 凡没有出嫁的 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 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 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 被你们所掳来的人口 第三日第七日都要竭尽自己 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 山羊毛枝的物和各样的木器竭尽自己 祭司以利亚杀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 幼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 乃是这样 金银铛铁锡签 凡能见火的 你们要叫它经火就为洁净 然而 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 凡不能见火的 你们要叫它过水 第七日 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 然后可以竞赢 又和小玉玛西说 你和祭司以利亚杀 并会证的各组长 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 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 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 一半归于全会证 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 牛驴羊群中 每五百取一 作为贡物 奉给耶和华 从他们一半之中 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杀 作为耶和华的主祭 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 就是从人口 牛驴羊群各样牲畜中 每五十取一 交给看守耶和华账目的立位人 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杀 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除了冰丁所夺的财物以外 所掳来的羊六十七万五千只 牛七万二千只 驴六万一千匹 女人共三万二千口 都是没有出嫁的 出去打仗之人的份 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 共计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从其中归又华为贡物的 有六百七十五只 牛三万六千只 从其中归又华为贡物的 有七十二只 驴三万零五百匹 从其中归又华为贡物的 有六十一匹 人一万六千口 从其中归又华的 有三十二口 摩西把贡物 就是归于又华的主祭 交给祭司以利亚杀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 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 取来分给他们的 会种的那一半有 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牛三万六千只 驴三万零五百匹 人一万六千口 无论是人口是牲畜 摩西每五十取一 交给看守佑华账目的 立位人 是照佑华所吩咐摩西的 带领千军的各军长 就是千夫长 百夫长 都敬钱来见摩西 对他说 仆人泉下的兵 已经计算总数 并不短少一人 如今我们将 个人所得的精气 就是脚链子 桌子 打印的戒指 耳环 手串 都送来为 耶和华的贡物 好在耶和华面前 为我们的生命赎罪 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撒 就收了他们的金子 都是达成的器皿 千夫长 百夫长 所献给耶和华 为举祭的金子 共有 一万六千七百五十色克勒 各冰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 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撒 收了千夫长 百夫长的金子 就带进会幕 在耶和华面前 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下次也要和他们一起读金哦 拜拜